四十五歲生日的王浩 星期一和老婆Suki 以及三個寶貝女 入住香港洲際酒店 在總統套房一起倒數和切蛋糕 迎接星期二的正一生日 一家人溫馨又Sweet Kendy正收購一周刊 現在交收 她與E家娛樂透露 生日願望是希望帶新的一周刊 衝出香港台灣 她說 私人願望是身體健康 和整個人開心心 工作願望 雖然賣了《都市報》 也希望她一路好 希望一周刊可以衝出香港和台灣 去更多華人的地方 暫定在日本是第一站 日本那裡就會等我 十月在日本 那時就會確認計劃 本刊曾經扣露 Kendy會在日本開鮑魚店 又會為日本電視台主持旅遊 飲食節目 但她收購一周刊之後 要忙於打理這盤生意 會不會要延期呢 鮑魚店沒有延期 因為那些不用我教的 但我自己做主持就想延期 因為要忙於打理一周刊的生意 還有可能是用一周刊 和電視台合作拍攝的節目 可以找多些名人去和她合作 不止華國 Kendy今天生日選擇在香港洲際酒店渡過 一問之下 原來有段感人故事 連她的家人聽到之後都覺得好感動 Kendy說 當年到澳洲回到讀書 那一個中學同學就帶我走 那就是吃澳洲牛奶 在街上吃雲吞麵 蛋腸粉那些東西 然後就帶 一路走路走個禮精 就好像這樣 那我就進去逛逛喝杯咖啡 好貴的 我們這樣喝一人一杯咖啡 就比剛才我們這麼多東西吃 那我就請你啦 坐下 每個人都有一個夢 有一天 我們會不會在這裡生日 然後到時成家立室了 在這裡住個總統套房 喊了街頭消息 魚蛋豬皮 滾吞麵送去呢 那我昨晚就實現了這件事 今次Kendy一家人住的 洲際總統套房 可以見到維港美景 又可以享用私人泳池 Suki大站酒店職員服務很好 東西又好吃 最棒的是私人泳池 今往出去就是好美的景 好好feel Suki透露每年都一定會為老公準備蛋糕 又透露下年會積極做人 那今年和上年就專注增值自己 上下課 到處去不同的地方 旅遊見識一下 那到下年呢 就要訂下來 就可能籌備 第四個小朋友的東西 對啦 跟著 都同時已經計劃定 都不會到處去 就會留在香港 究竟有些什麼 course 適合我上 一邊戴著頭上 不要浪費時間 除了生日靜一入住州際慶祝 上星期六 Kendy也舉行 以荷里活電影為主題的生日派對 一眾圈中好友紛紛盛裝出席 沈卓盈 張希文 何奧儀 薛子倫 傅明獻 以及林健樂等都紛紛到河 當晚Kendy穿著黑衣襯紅外套 拿著把春白尖Supan 而Suki就變成幫女郎 你看多索 難怪Kendy那麼開心 好 好 好